上海这次比赛对我而言的话 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 我就想在国内然后好好干一场 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 能够知道我 我在上海职业训练了一年多 也算是我的半个组场 在上海经历了酸甜苦辣 那时候我在上海职业训练 日子很苦 我每天都睡在店子上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钱 然后离我的家前很远 但是我坚持 我相信我肯定有一天会出头的 然后在外面跑了一圈 最终回到了这个圆点 所以说我希望在上海 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所以说这次比赛我肯定要赢 我肯定会赢 没有悬念 除情 如果法案子疯父 没有 found 我肯定有一点 由你房东西